欢迎来到台北市政府线上开放式课程 本影片的课程名称是国小数学时间认识阅历 本影片的学习重点有 1.认识年、月、星期和日 2.知道某月有几日 一星期有七天 现在进入课程 婷婷将在今年的12月20日度过八岁生日 爸妈希望在假日时买一个大蛋糕 并邀请爷爷奶奶一起来为她庆祝 婷婷不知道12月20日 是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 那天是假日吗 小朋友你知道吗 认识月历 这个表格是中华民国104年8月月历 从这里可以知道是民国几年 这里可以知道是几月 这两行红色的数字表示放假日 表格的这一个横排 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六 这一行星期日 接着星期一 再来星期二 这一行星期三 接下来星期四 这一行星期五 最后这一行星期六 认识每个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这是八月份的月历 这一天是八月的第一天 直指网上对应 直到是星期六 所以八月的第一天是八月一日 星期六 这一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 直指网上对应 直到是星期一 所以八月的最后一天 是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小朋友你知道九月的第一天 是九月几日吗 九月的最后一天 又是九月几日呢 某个月的最后一天 再过一天 就是下一个月的第一天 这是七八月的月历 这一天 七月三十一日 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再过一天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是八月一日 就是八月的第一天 所以七月三十一日 再过一天 就是八月一日 那小朋友你知道八月三十一日 再过一天 是几月几日呢 知道某月某日星期几 这一天 这一天 但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几呢 每个月的天数 以民国一百零四年为例 查看每个月有几天 一月 三十一天 二月 二十八天 三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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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三十一天 五月 三十一天 六月 三十天 七月 三十一天 八月 三十一天 九月 三十一天 十一月 三十一天 十一月 三十一天 十二月 三十一天 认识大月或小月 一个月有三十一天的月份是大月 比三十一天少的月份是小月 大月 有三十一天 一年中哪些月份是大月 一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三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五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七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八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十月 三十一天是大月 十二月 也是三十一天是大月 现在查看小月 比三十一天少的就是小月 一年之中 二月是小月 四月是小月 六月是小月 九月是小月 十一月也是小月 认识拳头图 利用拳头记住大月或小月 从一月开始数 拂出来的表示大月 这些地方是大月 二进去的表示小月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到八月的时候 再往回数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一月小 十二月大 现在请小朋友练习数数看 从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的天数 爸爸从八月三日到大陆出差 八月九日回到台湾 请问爸爸一共出差几天 拿出八月的阅历 我们从八月三日一直数到八月九日 一边数一边圈 八月三日开始 八月四日 八月五日 八月六日 八月七日 八月八日 八月九日 现在看看共数了几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从八月三日到八月九日 共有七天 爸爸共出差七天 点数直进日数后的日期 哥哥的毕业旅行从四月十三日起 连续五天 哥哥的毕业旅行结束那天 是几月几日星期几 拿出四月的阅历 从四月十三日开始 四月十三日是第一天 四月十四日第二天 四月十五日第三天 四月十六日第四天 四月十七日第五天 直指网上对应知道四月十七日是星期五 所以答案就是四月十七日星期五 认识一星期 连续七天 就是一星期 这是六月份的月历 六月十五日星期日 这是一天 下一天 六月十六日星期一 这是第二天 下一天 六月十七日星期二 这是第三天 再下一天 六月十八日星期三 这是第四天 再过一天 六月十九日星期四 这是第五天 再一天 六月二十日星期五 这是第六天 再过一天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这是第七天 连续七天 就是一星期 一星期不一定要从星期日开始 只要是连续七天 就是一星期 以六月的月历做说明 六月十日是第一天 从六月十日星期二往后数 六月十一日星期三 是第二天 六月十二日星期四 是第三天 六月十三日星期五 是第四天 六月十四日星期六 是第五天 六月十五日星期日 是第六天 六月十六日星期一 是第七天 从六月十日到六月十六日 这样连续七天 就叫做一星期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立体练习 请小朋友查看阅历 填选出正确的日期 第一题 婷婷今年的生日 十二月二十日是星期几 是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的假日呢 查看十二月份的月历 找到二十日 直指网上对应 是星期日 今年的十二月二十日 是星期日 星期日放假 所以婷婷的生日 十二月二十日是假日 第二题 婷婷嘴里念着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 请问小朋友 八月共有几天 八月是大月 还是小月 查看八月的月历 八月有三十一天 想一想 一个月有三十一天的月份 是大月 一个月比三十一天少的月份 是小月 八月共有三十一天 八月是大月 第三题 夏庆运动会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从今天开始举行一星期 今天是星期三 小元说庆祝活动要到下星期三结束 小方哲说 庆祝活动要到下星期二结束 想想看谁说的对 连续七天是一星期 星期三是第一天 星期四是第二天 星期五是第三天 星期六是第四天 星期日是第五天 星期一是第六天 星期二是第七天 庆祝活动到下星期二结束 小方是对的 影片结束 想想看 小朋友 你学到什么 教订阅 星期三 小阶祝 오랜만 等你 四快 eure